董事长 许总 白总监好 走 听仲林说你身为设计师了 是啊 多谢白总监赏识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好 下面的工作有什么安排吗 董事长 我的设想呢 是 预计不错嘛 上班乘个电梯也能碰到红莺 对你来说是碰到 对我来说那是必然 而且呢 昨天晚上 红莺塔住我家 仲林 半个小时以后马上开会 是 董事长 我们会准时到 走吧 等一下 总监 还有什么事吗 作为上司应该关心下属的生活 所以说吧 说什么呀 看样子有些人又要假公济私了 不过今天早上的早餐 真是太丰盛 太好吃了 不过今天啊 简直就是三个月啊 都回味无穷 你们 居然还一起吃了早餐 不是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问你要回应 昨天晚上为什么住在她家 昨天晚上我 我 你们昨天晚上怎么了 仲林哥 仲林哥 我带早餐过来了 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 不用了 谢谢 我待会儿还要去 先吃早饭了 怎么说也得填饱肚子啊 仲林哥还没吃吧 再说了 我都准备一个早上了 走吧 走了 快点 白总监 多吃点 吃饱点啊 人家好不容易给你准备的 别开玩笑了 走吧 走吧 好吃 很好吃 我昨天晚上一躺在床上就在想 今天早上 要做什么早餐给仲林哥你吃呢 今天还起了一个大早 我先从磨豆浆开始 好 约会 我问你啊 你跟红莺不是一家人吗 为什么昨天晚上她住在伯燕家 红莺跟伯燕 关系本来就不一般嘛 在上学的时候 他们就师哥师妹的 叫得可亲热了 他们两个要住在一起 不是挺正常的吗 难道伯燕与红莺已经在一起 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说了 这进度也太快了吧 再几个礼拜啊 不行 这件事我得弄清楚才行 这忙死了 怎么样 你们进展得顺利吗 顺利顺利 挺顺利的 那就行 宝珊啊 贺本 这次那个设计样本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弄错了啊 好好好 我这颈椎 行了 我先去休息一下 喝口水 你们先忙着 或许呢 哎啊 都々你呢 还要喝口水 你还能喝口水 怎么可以呢 那天你呢 没问题 应该可以完成 听说你现在 跟周浩英在一起了 这还用问吗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什么叫迟早的事情 你说清楚一点 好你个白总监 原来刚才是铺垫 现在才进入主题啊 假公济私 你还真有原则啊 不说就算了吗 算我拜托你的师哥 你就告诉我吧 给我个痛快 白总监啊 这可不是你以前的作风啊 怎么了你啊 还不是那个玉慧 他说你跟浩英的关系不寻常 他是不是经常住你家呀 白总监 我郑重地声明 周浩英不是这么随便的女孩 还有 我也不想跟你耍什么花样 没错 没错 我跟周浩英的关系的确是不赢白 可是 昨天晚上周浩英是第一次住在我家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你还是去问我周玉慧吧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和周浩英在一起 我还在追求他 你满意了吧 不过是 你帅哥 你这金仙借我用一下 不借 我一会儿要用的 我就用一小段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 自己去工具接拿呀 花花 你帮我白色的绸缎 拿过来一下 好的 先继续 周虹英 你这么爱表现 我就让你好好表现 等你在仲林哥 和董事长面前 闹出大笑话的时候 看你还怎么嚣张 约会 仲林哥 我有事情想问你一下 薄言要你来问我 我不都说过了吗 他们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这 红衣要知薄言家 有什么好奇怪的 非比寻常 你说清楚一点 非比寻常就是非比寻常呀 你要我把话说多清楚 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是那种关系呗 哪种关系 你怎么知道的 大家都说 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 他们认识都十多年了 薄言又处处护着红衣 怎么可能没越过界啊 但是薄言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没有交往 又不一定要交往才是那种关系 到底什么意思嘛 你说清楚一点 仲林哥 你别老逼问人家嘛 这是红衣的私事 他爱上什么地方住 这又不是我管得动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红衣不是这种人 而且薄言都说了 他们之间清清白白的 你相信薄言 相信红衣 那刚才我说那么多话 一点用都没有吗 仲林哥 这有点不公平吧 因为红衣跟薄言 没有必要欺骗我呀 那他我就有必要欺骗你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约慧 我问你啊 你真的不知道红衣 为什么要住在薄言那儿吗 不要再问了 我怎么能说 是让我妈赶的呀 仲林哥 周红衣只不过是一个下属 你们有必要为他的事情烦心吧 再说了 你看薄言跟红衣是什么关系 他们谁要住在谁家 这个好像都不是 我们该管的事情 他们都是我部门的员工 怎么不关我的事呢 再说 红衣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女孩子 有什么好特别的 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都不能再普通的女孩而已 她怎么会普通呢 她的气质迷人 让人忍不住就想亲近她 尤其是她那种 充满热情 还有天真的想象 不管是在设计 还是生活态度上 都给人一种 怎么说呢 充满正能量 对 就是这样 她就像一个火热的太阳一样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 暖暖的被融化的感觉 跑了 不要再说了 走 过了 对了 忠林哥 你还记得 小时候 你跟我说过的事吗 哇 哇 你看 怎么样 众龄哥哥就像真的王子一样 我妈妈也给我买过公主妆 下次我传来给众龄哥哥看 好啊 那我是王子 你是公主 我们可以一起玩王子和公主的游戏 可是 在故事里 王子都是要娶公主的 那我长大以后也会娶你的 真的吗 对啊 那个时候你说 长大后你会娶我 你知道吗 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 我一直期待着 有一天我能成为你的公主 玉慧不会吧 这只是我们小时候玩国家价时 说的玩笑话 你当真喽 我不管 你既然承诺国 你就一定要做到 玉慧 从小到大 我就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妹妹一样看待 我对你的感情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那种兄妹之情 没有其他的 不 不是这样的 那次去郊外的时候 我知道你的心思 所以我很直接地回答你 我就是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会 我真的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明明说过会娶我的 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骗我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的愿望 就是能穿着白纱和你一起走进教堂 听你说你会娶我为妻 玉慧 可是现在你说这是把我当妹妹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好了 你别那么激动 你冷静一点好吗 你这样子我没办法跟你说下去了 等你冷静一点 等你想通了 再找我吧 崇雷哥 我求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好喜欢你 好喜欢 好喜欢 你就接受我 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了 崇雷哥 就算你现在不爱我没关系 你你可以试着接受我 慢慢的 你会发现我的好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岳慧 感情不是像你说的 试试看 慢慢来 它就会出现的 爱上一个人 永远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心中 已经被满满地占据了 你是说 你现在心里面 已经有别人了 是 是红英 我知道你听起来 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毕竟我才认识 他没多久的时间 但是我现在 真的很喜欢红英 很喜欢 很喜欢 我没想到 你会把小时候的 玩笑话当真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 我跟你从来都不可能 他说的 有什么事 我都要你 自己说的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那你什么事 那么你要出现在我的人生里 为什么